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几个字一 死的人多 死的人都是我们的文化 所谓英尔潮的文化英雄 今年真的是重灾区 差不多死一个死一个 只剩下的那些 很快便会离开我们 可以提提的是Nina Cohen 时间亦都比较特别 就是Bob Dylan拿奖的时候 没多久他就过世了 真是不知是否天安排 安排了 因为很多人也有这样说 如果Bob Dylan拿奖 他也会同级数 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不同意 始终大家在文化上的影响力 都是差很短的 但如果純粹论歌词 或者他音乐的水平 他又可以跟Bob Dylan说 有相不相伯众 但是我们去讲 作品他少一点 少一点 少很多 他原来很简单 他本身第一个 career 就不是歌手 他最先是作家 他真的是私人 但是写一写一写 他又可以唱 他又有些歌 但是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的 级数不同呢 就是他在六十年代 发挥真正的社会影响力 他跟Bob Dylan差很远 差很远 这就不能将来并断 这就将来并断 你说他好不好 大家就不需要争论 有些人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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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笑而青菜 是国家所谓的 所以这些我们就不会争 这些我们就不会争 蔡琴唱那首歌 好惹 是的 他的歌 事实上 我们都觉得有这样的条件 我们跟他做一次特辑 但问题就是Bob Dylan 那次我们已经搞到 头分老丈 最近我才叫 参考资料才叫拿齐 我和阿满叔 应该越久去做了 我们希望不迟过他 诺布尔班长典礼结束之后 我们要听听他的 speech 可能没有 不说 不说 可能他不去 他又不去 又不去 我刚刚登了 他究竟去不去 我就不说实 为什么呢 这位仁兄很难触摸 很难触摸 他也有很多日事 我们做特辑来说 就是说 他现在觉得他也不需要曝光 我来拿也好 我不来拿也好 我看我的心情 但是 尼尔尔科威 他始终也是一个足以 我们去纪念他的一位文化人物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不会完全说 他全面的评价 最重要的是 对于我们亚洲区人来说 就是他和佛教之间很相关 这件事我最近才知道 我不是跟着这件事 这是我知的牌 这个我知牌 但是原因就是 他在六十年代 其实很多这些反建制 或者当时 就是用一个比较前卫的角度 去评论文化 或者从事文化的运动的人 都很受东方 特别是佛教的影响 他就是属于Beat Generation那一代 Beat Generation 一定是 Bottylun也是 我们做特辑 我们有讲过这个关系 在那个年代 比如我们提到Beat Generation 他们很受佛教的影响 虽然不是个人都能够 用第一手指数去接触 但是有些是很转手 是很转手的 经日本 Cold Mountain 韩山诗人 和尚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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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韩山 在中国诗坛 是见不到的 即是见不到的 如果譬如我们去评论这个现象时 我们就比较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究竟他接触过东方佛教的资料 或者途径 如何跟中国文法接规 譬如说 你说有恨 这个法号怎么来呢 他跟哪个师傅去做禅修呢 这些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些 都是可能经日本的 因为他们 特别在加州那边 其实就有很多不同 这些的文派在 那 那 讲个详细 譬如说 加州真是佛教圣地 但用佛教圣地 我们跟中国佛教界少联络 少联络 少联络 不多 那这是政治的原因 政治上 因为那个年代 移民到 其实 台湾也很少联络他们 台湾也不联络他们 所以跟中国佛教界 跟大陆更加没有关系 没有 大陆就断层 那这个课题 我们可以拍心口 即是他讲 我们是有先天有势 因为无论日本的原子资料 中国原子资料 或西方 我们都懂得看 所以在适当时间 我们都会做一些评论 在这个问题上 就 我自己个人经验 我亦都去过斯里兰卡 入过佛庙 见了个和尚在电脑搞事 我问他 你这一天对着电脑 那做什么 他又是在联络通讯 等其他佛教界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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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你比较专门的图书馆 我自己也看过一下 譬如陈冠哲 那些佛教的历史 但涉及到 他每天通通 每天通通 但你说和尚本身都用英文写 相对比较少 他每天都 因为我说中国的和尚 在海中的讨论问题时 他整个和尚很在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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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但你去看这个要知道历史背景 主要的功勞是由藏傳佛教帶起 因為在50年代末期他們走出去的時候 他們最初都不懂英文 但他們做了一件事 他們發覺在英語界 他們把藏傳佛教宣揚出去的途徑有很多 這事實是因為 他們最勤力學英文的原因是西藏人 是的 他們最勤力學英文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不學英文就爭存不了 所以不停學英文 而且他們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們很快的 你差不多一個世代已經可以將他們的訊息給予出來 是的 我也不知你怎樣學英文 我也不知你怎樣學 我相信都 走出去便即的了 要用一個恩過關去解釋這件事 如果漢族的人去做 始終應該做得不湯和水 做得不湯和水 就算到現在也是 但是湯姆叔說 你真是少的中國人去用英文寫佛教的理論 那不是沒有 那是個別的 但如果你說好像藏元佛教這麼大規模 即是他們可以做到 即是不會遍地開花 那這個是真是 即是你說那些是學者寫一篇論文 或者寫一本書 我記得每天聊天 每天全世界 替德國和尚 替一個國家和尚不停地一天談 那你真是寫這些 我真是覺得一般人做不到 中國人做不到 是啊 那那個原因後面 我們都可以約了去講 大概是因為 特別現在中國 他沒有這麼需要 如果你要看我的東西 如果我的東西正 就回應我 那就是沙漫門 全部沙漫門 是啊 而且在中國來說 事實上佛教是一個斷層 現在很多出來的其實都是 就是A貨來的 A貨 一定是A貨 特別在街上 你見到和尚真的跟你走 基本上你都不用給他 不用給他了 那些不是和尚來的 我們不是和尚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不是那一回事 另外一件事 我相信也很重要 就是我們今天上場 在節目也和大家說 那就是香港英文書店 這幾年出現了大規模的結業潮 那幾間很出名的書店 特別是英文書店都結業了 那那個情況呢 首先是在機場 機場就Patreon已經沒有做 接著Patreon看看這個禮拜 你們是被打壓的 因為現在你機場就不是賣英文書 就是賣最熱門的那些領導人的私生活 那已經佔據了 但即使這個都很難 因為其實機場現在都是三中商 不要是壟斷 就是做了 三中商就是三聯 中華商務 那這個情況發展下去 其實就不是太健康 因為如果現在做下去 就是說 我看過統計 原來香港的書店 是全世界的密度最高 但是問題就是書種 讓你看到書種就不多 是吧 如果你說去到 只是中英文書都被三中商去做完 那你隨時有很多書 你會看不到 當然看不到 那現在唯一辦法就是 大家多上網買書 中文書有上網 沒有 你中英文都沒有 上網買 我知道 中文都有 但中文就沒有英文做得不好 但是如果你有沒有書店 我始終覺得有些問題 就是因為如果大家是真的喜歡看書 其實就是喜歡跨圖書店 我喜歡兩樣東西 喜歡跨圖書館 喜歡跨圖書館 比如說我沒有特別的一些計劃 要看什麼書 目的看什麼書 我都去逛逛 看看哪一本書適合自己看 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培養了一些多元化的興趣 當然要 你不會只看自己的那一塊 現在香港的書 問題是 不是小人買書 例如平時 隔天的時候 我去三中箱裡 都很多人 但問題是 大家買了一件事 不看 第二件事 看完之後 沒有去記住 你說很多人 很多人出現在書局裡面 這個要講清楚 就是出現在旅遊書的旁邊 全部是消費的書 如果我看書局哪幾樣 哪些書好買 那旅遊書 我亦都發揮 食譜好買 食譜好買 而且就算圖書館也多 那只是一件事 香港人對這件事 那個需求都幾大 但如果其他高檔少許的書 就比較大問題 尤其是英文書 英文書 我見到一個什麼情況呢 就是 那些書去的速度很慢 譬如那些書擺 有些幾天 因為我去到長時間 譬如某些書店 我看過那些書擺在那裡 即是二十年 都不動的 都不動的 不是字典 總之不是字典 幸好不是字典 有些書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這個代表就是那個 即是就算唱少書 很多年前的唱少書 不是今年的唱少書 你看這件事 其實已經看到整個問題所在 我認識那些人 其實他有解釋 他說 其實在香港買英文書 主要不是香港人買的 是遊客 是經過人買的 是的 譬如說遊客 有幾個地方 譬如經過尖花咀 經過機場 還有哪個地方 中環 他就買了 但如果你沒有這些遊客 那個就 連那些都沒有買了 所以中環已經沒有了很多書店 還有就租貴 租貴 那我覺得 這個停在電影院的情況 也一樣 就不是說 現在你沒有了 你不去戲院 你看不到那些戲 但問題呢 如果你不去戲院 開得少 或者他那個 那個 你自己 尤其是你是 我先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現在 以前看戲院 看什麼 做什麼戲 就看了報紙 現在沒有報紙 沒有了 全部都是上網 上網 現在都很慢 要上手機 大家就要去 Apps 找戲院 看電影的手機 因為只有過這些手機 手機的 最清楚 就是 最新的 最新的 告訴他 5點半 做什麼戲 現在放電影的場所 是很囂張的 一定是長長不同的 所以變成 你猜不到他在幾個小時 那間戲院 例如開4點鐘 那間又開5點半 那間又開7點1 7點正之類 每個院都不同 他們因為需要這樣 為什麼呢 他不想 聚殺一群人在這裡 他拆開了這些 播映時間 所以變成 那間戲院 有7個銀幕 他就有7個上映時間 你靜靜靜 拿這個戲院 這個問題 其實你可以想像 他會影響 一些年輕一代的人 看電影的口味 會收窄得很厲害 那書也同樣 你沒有了英文書店 那些人去 接觸的機會 少了 他不會主動 去上網 去Amazon那裡瀏覽 那他慢慢 他就形成了 一個什麼呢 他覺得看英文書 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們講了那麼久 其實我們都 我們沒有講 書那麼簡單 那麼複雜 那麼深 甚至雜誌也少了 雜誌也少了 西方雜誌也少了 現在英文雜誌也少了 那你回來的這件事 就是 你影響那個英文的程度 就是你那個英文的水平 越來越低 那你越低的時候 你就越害怕 越不想接觸 是的 那這個是惡性循環 所以那個英文書店 他的結業 他始終是一個社會影響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事實上在其他地方 就是真的叫那個印刷業 發達的地方 其實都出現了重點問題 我在加拿大 我都覺得是書店都做得不差 這個你不需要不再講 我們再說一句 有些情況 有些情況就開始轉好 我知道中國大陸 已經開始有很多 24小時的書店 有廣州 廣州 廣州有24小時的書店 原來廣州那間 是體育東路 他可以住馬 他可以過夜 有 我收到聚人收到訊息 是講這件事 他可以過夜 那那個人就是 那個人就是 學那個在巴黎的 Shakespeare 那裡 那裡 廣州那間 亦都可以有少少食 可以頂一下肚 給你頂一下肚 那個老闆 原來很有趣 他原來在台灣讀Master 然後他是用一腳 走到台灣一個圈 嗯 走過幾十天 台灣環島旅行 環島旅行 環島旅行 用一腳來走 完全不搭車 所以他說 可能是中國第一個人 走這樣做 那就是那個書局老闆 那間書局叫做一千二百里書局 是的 我也是 就是在上個禮拜 我才收到這個 我也是在網上收到這個訊息 我們可能將來 我們有機會說一說 西日世界著名的書店 嗯 很多很多很多 早說不完的了 那些就是 因為如果 沙士比亞書店 巴黎這間 他到現在還在開業 那只是這個書店 本身那個歷史 其實已經可以寫一個 嗯 我想很多書 已經很多書講它 是的 是的 那話說就是 你去巴黎 你如果 少數加英文書的地方 蛤 少數買英文書的書局 你說巴黎 是 西斯比亞 不是 不知道 現在它本身有賭 即是說 這間書店本身 有一個很厲害的出版歷史 我知道 但是 在巴黎 英文書的書局也不多 都不多 我未去過巴黎 我不知道 都不多 它是少數一間 是的 那如果你說 沒有錢去哪裏 你去那裏 你去那裏洗廁所 做其他雜務 就可以在這裏住 但是它很固定的時間 但是 不是一輩子在這裏住 哈哈 給你睡 不是在這裏住 給你睡 不是在這裏住 是 這是真的 差好 那你有錢 你會不會做這些 我捱不住 這個不要說 不要用我們朋友舉例 不要用私人朋友舉例 哈哈 但是我們 老實說 如果我們把這些書拿出來買 我們都買到這間書店出來 哈哈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